那刚刚其实呢 Rakio讲到 就是东风除了很重要之外 当然砂质很重要 而我们的这浮龙沙滩 其实被大家称为是黄金沙滩 因为它的沙属于石鹰沙 石鹰沙呢 是因为它的这个触感比较好 它摸起来是比较细 比较软的 触感非常的好 而且呢 最重要是它跟水相合之后 它呢就是可塑性很强 容易胶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比较固定的 也因此 这个黄金沙滩 我们浮龙沙滩 也被世界沙雕血位 评定是全台湾最适合沙雕的一个海域了 所以讲了